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气化的发展 那么在届时根据计划是会推出一款纯电的车型 以及一款增程式电动的车型 燃油车型就取消掉了 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 2028年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什么样的市场状态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市场上已经有那么多的纯电的越野车了 这个时候不满人才去进军这个纯电的市场 会不会有点太晚一些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是没有希望了 毕竟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市场上面 我们能够买到的纯电的越野车是什么 先来看看已经上市的车型 首先第一款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比亚迪的仰望如巴 那么仰望如巴的话 它是采用了比亚迪一个异四方的 四电机的驱动的系统 那么这一套的动力系统 四个电机一起 能够给它1197匹的马力 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增程式电动的车型 有一台2.0T发动机作为增程器 那么这一套的系统 由于它是四个电机 所以它能够实现很多很强大的功能 同时的话 它也会搭载一个比亚迪云脸P的 这样一套车身控制系统 那这些都是比较高的技术的体现 然后就是第二款国产车型 它就是蒙氏科技的917 那蒙氏917的话 它是提供了两套的动力方案给你选择 首先第一套就是纯电车型 就会有四台电机 一共是有1088匹马力 那么同时的话 它还有一套增程式电动的版本 那么这个增程式版本 电机就会少一个了 那就是一套三电机的市区系统 那么这三电机的市区系统的话 它能够输出马力是886匹 那么对于这样一台 那么夸张的大尺寸的 硬汉风格的越野车来说 也是相当强的 除了越野能力本身之外 动力很强之外 它很大的看点 其实就是它这个硬汉的造型 在设计上面确实是非常夸张的 这款蒙氏917 其实它对标的产品 应该就是现在通用旗下的 那个Hummer EV 那么说到这个Hummer EV的话 它也是目前在海外市场上面 已经上市的一款电动的 硬帕越野车了 那么这款车型是目前通用的 这个奥特能平台下面 最强的一款车型之一 它是搭载一套三电机的驱动系统 能够输出830匹马力 同时由于这个后轮的转向角度比较大 所以它能够实现一个叫Crab Walk 螃蟹爬行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可以斜着横板的这样的行走 那这是它的一个特色的设计了 那么还有一个车型呢 就是还没有正式发布上市的 那就是电动版的大剧 也是奔驰EQG 虽然这个名字后续可能会去进行一个更改 但是呢 可以确定的时候呢 这款车型啊 将会在近期一进行一个正式的发布 并且呢 在明年呢 应该就能够量产交付上市了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息啊 它也会提供一套自电机的驱动系统 同时的话呢 因为大剧 它本身呢 在这个市场上面 它的一个产品的表现 它的品牌影响力 都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呢 它的推出 有很多人认为啊 是会对仰望U8的一个冲击 那么看过这几款车型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木马人 其实木马人呢 现在也有电视化的版本 那就是木马人的4XE 那么这款插混的车型呢 它是有一台2.0T的发动机 加上一台183匹马力的电动机 去组成的这一套插混的系统 那么从动力数据上来说的话呢 跟那些动辄上千匹啊 现在这些纯电的硬派越野车来说呢 当然是没法比的 但是啊 大家只要看一下 这几款车型的售价 就会发现 它们主打的都是比较高端的市场 比方说 仰望U8跟大G 那是确定是会破百万的车型了 对不对 另外的话呢 这猛四917也是一个67万 63万到67万这个价格区间 同时的话呢 这个Humber EV虽然说还没有引进国内 但是真正要引进来的话呢 每个百八十万 那是也买不下来的 那么对于木马人来说呢 它的新能源版本呢 4XE它的售价 目前来说呢 作为一款纯净牛车型 它是51万4千9起 那么这个价格呢 其实相比于那些百万级的纯电的越野车 其实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实际上呢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呢 我们还没有能够找到一款纯电的 非常强大的硬派越野车 所以说呢 木马人只要守住它现在 现有车型的这个价格区间 同时呢 也能够给到一套出色的动力系统 不要说一千匹了 几百匹吧 对不对 做出这样一套双电机的动力系统 同时呢 也有很强的一个越野能力的话呢 其实它的竞争力也一定是会在那里的 那么现在呢距离2028年还有好几段时间 那么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去发展呢 到时候的木马人的纯电车型 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纯燃油或者说是插混的木马人呢 它还会一直坚持到2028年才会停产 所以这段时间 大家如果是想要赶上最后一班车 买到最后一代的末代的燃油木马人呢 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过了这圈就没热电了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